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的站長林偉 歡迎你收看今天的影片或廣播 那今天這一則影片或廣播呢 我要跟大家談一談 品牌行銷的重要性 你覺得品牌行銷重要嗎 我個人其實是認為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有個勾勾的鞋子啊 他總是賣的比別家的鞋子貴兩三倍以上 就是球鞋的品牌龍頭 Nike球鞋 那為什麼想到要吃素食 就會想到有一個英文字母M 也就是素食品牌龍頭麥當勞 那為什麼你想到智慧銀手機啊 你就會想到某個水果 也就是智慧銀手機品牌龍頭Apple 蘋果 那為什麼你想到飲料 你就會想到很像醬油顏色的飲料 也就是飲料品牌龍頭 可口可樂 還有很多啊 像是為什麼你想到連鎖咖啡店啊 你就會想到一個帶著皇冠的一個長髮女子 連鎖咖啡品牌龍頭 Starbucks 星巴克 那為什麼你想到上網要找工作 如果是台灣的話 你想要上網要找工作 你一定會想到幾間數字銀行 也就是台灣人力銀行的品牌 像是11人力銀行 104人力銀行 YES123人力銀行 以上這些是什麼 你想到這些是什麼 這些就是品牌 OK 當你的品牌啊 可以升職人心的時候 讓人家想到這個領域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馬上想到你 這個就是你的品牌價值 其實如果你的品牌真正的升職人心的時候 你賣的東西或你賣的服務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並不是說東西不重要 而是因為說你的品牌價值 已經超越了你的商品價值 這也就是為什麼 別人願意花幾倍以上的價格 去買一些知名品牌的產品 而我這兩年啊 最專注在從事的主要工作 也就是在幫企業和個人 透過網路打造他們的品牌 打造個人品牌 打造產品品牌 打造公司品牌 然後輔導協助公司和企業 打造品牌 做品牌的行銷 因為我認為品牌是公司 最大的價值所在 超越任何任何的東西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建立品牌非常的重要 當市場上如果充斥著 很多同類型的產品時 我覺得品牌是你唯一 能夠突破重圍的自身關鍵 因為現在的消費者啊 其實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聰明 他們比較的不僅僅是產品的功能 而是你的品牌價值 你的企業理念 以及你的產品 你的品牌 給他的印象分數 這些都是他們 是否選擇使用你的產品 或服務的一些衡量標準 你如果今天想要你的客戶 你的消費者主動選擇購買你的產品 使用你的服務 那麼你就必須要建立你的品牌形象 一旦你的品牌真正建立起來之後 我覺得你的績效絕對是以倍數在成長 而我在做品牌行銷的時候啊 我把品牌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叫做個人品牌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只有藝人或者是名人 才會有個人品牌 但我認為這個觀念是非常非常錯誤的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去積極建立自己的個人品牌 舉個例子好了 我覺得很懂得透過網路去做自己個人品牌的素人 像是知名的一些部落格的歌主 或者是一些知名網站的站長 其實這些人啊 他們原本都只是想透過網路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但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最後變得越來越知名 甚至電視台啊 出版社啊 等等都爭相邀約他們上節目 以及出書 在不知不覺當中啊 他們其實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個人品牌 而各領域的專家 我覺得也都應該要積極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 無論你今天是律師 醫生 老師 會計師 這些各領域的專家學者 或者你今天是小吃店的一些老闆 或者是學生 甚至是運動選手 我覺得你們啊 都應該要積極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 透過品牌的行銷 絕對可以讓你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甚至可以為你帶來很多 你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的機會 這也就是為什麼 無論是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公司 都喜歡找名人去代言 因為名人的個人品牌威力強大 而且通常都擁有很多的死忠粉絲 因此這些名人 他們等於擁有一乎百印的能力 我覺得這就是個人品牌行銷 那第二個叫做產品品牌 產品品牌其實也是非常多公司 或有產品的個人 他們想要打造的 但真正能成功打造 產品品牌的公司 卻不多 為什麼 例如你現在可以想想看 各領域產品當中 你腦海中浮現的產品有哪些 你想到手機 你想到球鞋 你想到飲料 你想到素食 有哪些產品 是馬上會在你腦海中浮現的 這些產品 就叫做品牌 我想各領域的產品當中 你現在想想看 你應該只能想到一到三種 但你知道嗎 其實在相同領域的這些產品 當中啊 至少有數十 甚至是 甚至是數百種以上 的不同的產品 不同公司 不同品牌的產品 只是有些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比較不知名 所以你可能 連聽都沒聽過 或者是 你連看都沒看過 這也就是為什麼 產品品牌的打造 需要比個人品牌 花更多的時間 首先 要是因為你的產品價值 要符合消費者 符合你的客戶的期待 另外你的產品啊 也需要讓消費者 指定想要選擇你的原因 為什麼選擇你 而不選擇其他同類型的產品 我想 消費者或顧客啊 他們其實本身 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 各自的考量 可能是因為價格因素 可能是因為個人偏好 也可能是因為 已經養成習慣 都是固定購買你家的產品 但我覺得 無論是哪一種原因 我認為你都應該要能 傳達給消費者 你的產品優勢所在 這個就是產品品牌行銷 那第三個叫做公司品牌 公司品牌我認為是 這三種等級裡面 就是個人品牌 產品品牌 公司品牌 這三個等級裡面 最難以建立的 不過公司品牌一旦真正建立之後 卻是可以升職人心 而且效益 對你的公司 對你的產品 帶來的效益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龐大的 你可能會問 有了產品品牌 為什麼還需要建立公司品牌 因為一間公司 它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而如果你今天只有產品品牌的話 你的單一的產品 或許會賣得不錯 但你的下一個產品 推出之後 你能保證賣得好嗎 我想可能會賣得不好 除非你願意再幫這項 新推出的產品 砸很多錢 辦活動 打廣告 讓他 讓這個新推出的產品 建立他的產品品牌 不然我覺得 可能會賣得不好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 他只認得你之前 單一產品的品牌 而不認得你其他的產品 因為這些新產品的品牌 都還沒有建立 但如果今天你的公司品牌 建立起來之後 就不一樣了 你的消費者 會因為相信你的公司品牌 而去購買你公司推出的任何產品 例如Nike 他今天無論推出哪一款的球鞋 我相信絕對都會有人買 而且會賣得不錯 Apple無論是iPhone iPad 或者是iPad 甚至未來他推出其他的一些產品 或者是穿戴式的裝置 我覺得一定還是會賣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有公司品牌的 他們的公司品牌建立得很好 所以他未來推出任何的產品 只要打著他公司的名號去賣 都可以賣得很好 當然也有公司 他們只賣單一種商品或服務 這種公司他們的公司品牌 就和他們的產品品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但未來這些公司當然也有可能去拓展其他的事業版圖 因為這在瞬息萬變的一些商場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這時候就需要公司品牌或產品品牌了 但公司品牌的優勢和影響力 我覺得絕對是在產品品牌之上 這就是公司品牌行銷 OK那以上剛剛我講的這些 你認為聽完之後你覺得品牌行銷重不重要呢 我真的認為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無論你是個人或公司 無論你目前從事哪一種職業 我都認為你應該從現在開始 積極的去建立好自己的個人品牌 積極去建立好自己的公司品牌 產品品牌 而建立品牌目前最省錢也最省力的方式 就是透過網路 你可以開始在網路上寫部落格 或建議你的網站 一步一步的開始慢慢建立自己的品牌 但你千萬不要想說 建立品牌是可以在短短幾個月就有顯著效益的 這非常非常的難 我認為建立品牌至少都需要規劃一年以上為基礎 太多太多的人或公司 他們都因為建立品牌沒有辦法立竿見影 沒有辦法錢砸下去 馬上就有效果 而努力到一半就放棄 就像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說的一樣 你創業的過程今天很痛苦 明天會更痛苦 但是後天會很美好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死在明天晚上 OK 而建立品牌啊 品牌行銷也是一樣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被別人打敗 都是被自己給打敗 沒有堅持的持續下去 這就是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他們都把建立品牌想的太簡單 想的希望速成 但是這是不太可能的 而品牌行銷策略 是在品牌行銷規劃當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未來我會再跟你分享 品牌行銷策略的相關內容 OK 那希望我今天的這則影片或廣播 對你未來在個人或公司或產品的品牌行銷上 有所幫助和啟發 那祝你事業順心如意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的站長林偉 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